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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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蛮难写的 但是你如果用这个processing或p5gs 这个其实就很简单 那我们后面会稍微介绍一下p5gs 就是你用了它以后 发现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些动画 好 那如果你是要在网络上跑的话 那其实就是要用HTML的语言 JavaScript 那甚至更接近那个G7一点 有人用php 然后SQL language的话是那个database SQL 这是帮你这样 帮你把data存进去 然后帮你把data拿出来 它有一些格式 就是SQL language 它是web-based database 就是网络为基础的这个资料库 另外这我就不太懂 就AI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LISP很早就有 Prologue也是很早就有缘 其实都是 有些都是宣告式的程式 反正都是比较接近人工智慧 最新的其实是 大家可以 如果有趣 就可以翻一下 TensorFlow 它也 这是类似一种library 然后当然它有一些它的写法 那你可以呼叫它 那如果你要写Game的话 你可以用C++ Java 或者现在其实大部分都开始用HTML JavaScript去写 写这个 呃 线上的游戏 好 那我们这边稍微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说 所有的语言其实长的都差不多 就是像我们前面在介绍 你要有宣告变数 然后再来就是 呃 比如说这个 输入跟输出 使用者输入输出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你要有计算啊 然后你要自算处理 然后最后就是一些流程控制 大概这样 那如果你想要写Python Python的话其实是 呃 呃 其实你也可以说它很难 你也可以说它很简单 它有点像是早期 这种 Basic 语言的概念 就是它其实做蛮多 Function Core 不过它又是结合物件 它又不是像 Basic 那种直接 看得到那些变数 它其实是有物件 物件里面有包变数 所以 包一些 Data 在里面 Data 我们就说是 Variable 里面存的 Data 好 那你可以去 Search 再打开你的 Google 浏览去 Search Python 那现在好像是 下载好像是 3.9 版 然后 你去安装它 安装它之后呢 它有一些选项 就是说它会帮你设定那个路径 就是你如果在 那个 Doge 4 创里面 打 ECHO 然后 Percent PATH Percent 那个就是路径 你就会看到那个 后面一大堆设定路径 那一样就是要设定那个路径 加进去 那其实那个是可以在 Windows 里面的环境设定 设定出你的路径 那加进去之后 将来你开那些视窗 它就会 有打 Python 或什么 它就会自动连接到那个 那个目录下去 Call Python 然后来 Run 好 所以 在 Install 完 Python 之后 我们等一下 Show 的这个软体 其实是需要用一些 Library 那在 Python 呢 它怎样 它的 Install Library 也是在 Doge 4 创里面 当你 当你都已经 Install 好以后 你可以在 Doge 4 创里呼叫 Python 另外你也可以讲 呼叫 Python 给了其他执行档 可以讲 它可以 Install 它可以安装 其他的 Library 它的执行档叫 PIP 那你下 PIP 以后 然后再下这个 第一个参数是 Install 然后再来这个 NumPy NumPy 就是我要的 Library 等一下 Show 一个东西 就告诉你说 它物件都写好好的 然后 Call 它 它就这样 就做很多事情 可以画图什么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是 MAT plus LIB 是一个画图的 Library 好 所以呢 譬如说你讲 你 Call 了这个 Python 在 Doge 4 创里面 它就会跑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画 一个视窗来 然后你可以用 那个文字编辑器去编写一个 点 PY 的档 就另存心档 是要存成点 PY 那你看这个层次 其实跟我们前面写的 那个 Doge 层次也很像 譬如说它宣告变数是这样 是直接写变数名称等于 然后右边是数字 就丢到变数里面去 那我们那时候要用 Set SET 这个变数名称等于 然后它讲 它一样可以输出就 Print Print 就是 我们 Doge 讲 Echo 那它直接 不用那么麻烦 它打 R O U T 它就是 就是内容 866 那你又打 Type of R O U T 它是 变数是哪一种变数 它会告诉你 这哪一种变数 如果它要宣告一个正列很简单 这一样是变数 这变数如果 等号右边是一个中刮符 它就变成一个正列 然后 Doge 之间就是存正列的元素 就是一样就是集合的元素 所以这边可以放一大堆字串 第一个字串 第二个字串 第三个字串 第四个字串 所以你看起来 这些程式的概念都是很像 然后再来 它 这个Python 其实 跟那个 Doge 有点像 就是说 它是用集合的概念 所以它是这样 用 For 这个变数 印 City 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 正列里面 或在这个集合里面 可以一个一个取元素 那每取一次就放在 City 变数里面 然后接下来就做这件事 把它印出来 比如说第一次 它里面有 台南这个元素 桃园 这第二个是元素 台北第三个元素 那它就会 在这个集合里面 去取出这个元素 然后每取一个元素 它就做这件事 print出来 就 echo一下 那最后它也可以暂停 pause 一样 它不过它要呼叫这个 OS物件 下面的System函数 然后呢 这样它印出 PAUSE去把它暂停 ok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 OS 它需要是 Import Library 所以前面有一个 Import Import Library 那后面一样 后面只是告诉你说 它有其他的 它其他的物件 然后这物件有一些 子物件 然后有函数 一呼叫 它就可以制造乱数 然后一样 它有物件 可以帮你 放Data进去 然后设定好以后 帮你画图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它很强的地方 因为它下 每几个指令 就做完这个 很多复杂的事情 好那最后要结束 这一张软体 所以再稍微 随便讲一些说 比较基本的什么 基本需求的一些软体 比如说你要 记得要怎样 要安装Word Excel 这个Microsoft的这个 文书处理软体啊 那这个是 那个 计算的那个软体啊 PowerPoint是简报 Excel Excel大概大家比较少用 它是 其实它是 它是类似那个 Database 资料库的概念 Outlook就是 收信啊 OneNote的话 现在应该比较常用 因为它可以跨平台 就是你手机上 也可以使用 那还记一些你的 这个资料在里面 那另外浏览器啊 就很多种浏览器啊 譬如说 Google Chrome啊 然后 Ie啊 或者是 Microsoft Edge啊 好多种 那 更多了 就其实非常多的浏览器啊 那另外就是 你要压缩 压缩软体 WinRAR 那你要记得去灌一下 那个PandalNet 就是 这个是 因为后面我们在玩那些 HTML 的这个语言 或者JavaScript 常常会用到一些 图形啊 然后你可以让图形动来动去 就动画 那图形的话 你要处理一下 就用PandalNet 那你也可以用 GRMP 这也是一样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免费的软体啊 就用跨平台的那个语言的 好那另外就是有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啊 就是 专门来发展一些 呃 比如说 Windows程式啊 或发展 比如说Android手机程式啊 它有它的SDK 那ID的话是 整合式的 呃 发展的环境啊 整合式 程式撰写发展的环境啊 那其他有Mathematica 如果你有使用一些解析解的 啊 比如说你要算微分起分 那你要算出那解析解的 那结果你要灌Mathematica 那 Mathlab啊 就是处理一些数学的 那Labview的话就是跟 控制一些仪器啊 在使用的 好这边就是一些图形啊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一些Word Word这个图的那个 所以大家会去学习怎么使用 Excel 其实那个都很简单 你可以玩一玩 大家都可以使用